Hello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辆咱们阿尼亚基于新全顺 中轴中景的底盘打造的四座三卧的房车 这辆车的长光高尺寸分别是5341 2032 2410 车身右侧的上部配备了一个长度2米5的遮阳棚 装配了四个鱼合金能骨 中门及副驾驾房配备了头流同款的脚踏 中门及对面是一对推纳窗 行车过程中也能打开 车尾是一个对开门的设计 在车身左侧的上部是我们卫生间的排风口 侧面是咱们的试电接口 接通试电 用电无忧 咱们再打开车门看一下内部情况 这辆车搭载的是2.07的汽油发动机 比率的是6AT的自动编锁箱 原车收音机更换成了菲尼普的导航 原车驾驶室内部沿用了原车的一个经典的黑色的内饰 在右侧上方这个显示屏的话 是咱们的一个四路监控的显示屏 在他们长时间驻车的情况下 可以实时看到车身前后左右四个方位的环境情况 主副驾为单座 副驾的单座可以和中冷位置的单座 对平成一张单人床 平时咱们也可以应急 它的长度是1米9 宽度是50公分 副驾单座的设计 让我们从后部相提进入到驾驶室 非常方便 驾驶室颈部是咱们的一个储物空间 可以放置一些被弱被单 非常的方便 侧面是咱们的整车 中控区域 能够实时观察渐量水量 以及控制咱们车内的灯光渐气 主副驾后方是两个单座 主驾后方的单座 前面可以放置一个小桌板 当然咱们的主驾 也可以进行一个180度的旋转 与后部整个形成一个私人的会客区域 咱们在这个位置吃饭和茶聊天 也非常方便 四个座椅都进行了一个超前平包式 也进行了一个拼色的处理 金章的同时也非常的耐看 上部是咱们12V单冷的变频空调的密集 当然外机的话 咱们是安装在那几个下方 没有占用车内的空间 二排座椅的后方 咱们现在看到的 它是一个对象的沙发卡座的一种方式 当然它也可以平成一张床 虽然小了一点 但是应对于不同的车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再往上部看过来的话 看起虽然是吊柜 同样它也可以操作变成一张床 操作按键就在我们这个侧面 咱们只要轻轻的按动按键 现在就变成了一张床 故企怎么放上床垫 小孩子在上面睡觉 也是极富娱乐性的 因为据我所知 小孩子特别喜欢的就是攀爬 然后像咱们家里常用的上下床的话 也是非常受到小孩子的一个喜爱的 咱们的教会床 现在我们正在试验 这是多少斤啊 110 多少斤的110啊 才110了还可以上一个咯 看起来机械结构还是比较简单 但是程度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非常完美 转个神了 这看不到脸怎么搞 帅 就是胆了脸 但是睡小孩子非常好 小孩子在上库的话 又非常开心 晚上还可以开心一些 上面有天窗 咱们车尾的区域 就是咱们的后厨位了 左侧是厨柜 上面有箭头楼 侧面有一个携手盆 水的话 咱们也是及时的有冷热水 因为这辆车是装配了一个进口的水难的燃油质水加热器的 这个热水的话是集用集用 下方的话是咱们的一较五十分的冷冻冷藏 双重公布的冰箱 侧面属于上还有一个小桌板 这小桌板这样的一延伸 咱们除备区域的操作台更加得到了拓展 右侧的话整个就是咱们的卫生间的区域了 那么这上面有洗手盆 有一个抽纳式的水浓头 方便洗手也方便咱们的淋浴 侧面是一个卫生间的排风 上面有灯光 整个侧面都做了防水 然后咱们的卷年 这卷年的话也不但有工件 本身也是具有防水的一个属性 这个位置咱们也是经过计算的 是为了能够放置一个变形式码筒 而且的话咱们把卷年门推起来之后 这样子的话就能完美的将咱们的一个变形式码筒 进行一个隐蔽遮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